Hello 大家好 我是江江 首先感谢昨天有参加江澳开奖的家人 很多感谢 首先要感谢高雄家人热情的款待 就是前一晚下去的时候 耿荣很热心的招待我们 一伙人吃了很丰盛的晚餐 当然也很开心陪他喝个两杯 可以感受到他对我们的疼爱 对我们这一群家人的疼爱 所以在这边真的先谢谢耿荣 然后还有奥西也非常的用心 因为我有跟他说过 我希望在简报上面能够不要重复 因为有上江澳开奖的家人 有些是重复的 那当然奥西也没让我失望 我觉得他真的很棒 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 那当然他也在简报上面不断的更新 或者是让我有开箱的感觉 我都觉得这年轻人真的是太棒了 那当然他也用他最擅长的 比如说占卜 在现场为大家做服务 这一点我真的很感动 还有看到一个即将发光发热的一个会议 他从一个很正常的地球人 到他昨天可以用他的天赋咨询方式 拿着麦克风为大家做解说 还有私下点点滴滴细心的 为大家来用咨询方式服务家人 我觉得这就是我看到不一样的他 他的进步 所以我期待他未来是一个盛开的花朵 用他现在天赋咨询的方式 可以在身心灵的路上用不同的角色 当然他自己是一个牙筑 所以我说过未来是会有很多多元化身份 就是斜杠 斜杠人生的意思 就是你不会只是一个角色 你会重复很多角色 那还有秋恋也很特别 从彰化下来陪伴我们 还有永元一直在为大家做表单 还有资料的整理 还有现场帮大家开头 点点滴滴很多家人都在付出 还有我小孩的临时保姆 敏俊跟鲍格 因为我要上课一整天 所以他们临时当了我小孩的一天保姆的工作 所以在这边深深感谢 真的很多人要感谢 那为什么今天要录小影片呢 是因为奥西跟我说 昨天上课的时候在讲七脉轮还不错 希望我可以用小影片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七脉轮的部分 七脉轮 七脉轮我知道其实你要爬文 都有很多人已经在讲解七脉轮的部分 所以我就稍微提一下 我个人对七脉轮的开通 那你们可以听听就好 因为每个人述说的方式不同 所以在这边就小小的先跟大家说 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当然是现场讲的是比较丰富 因为可能上课家人一问一答的情况之下 可以更明确 那首先我们就要来讲海底轮 海底轮是我们对于生命的一个生存方式 是不是有恐惧 如果说你对生活是没有恐惧的 那我昨天的比喻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一个上班族对生活过日子来讲 薪水就是很重要的部分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上班族薪水 比如说我赚两万块 可是可能是临时工 以时有时没有 那我对下一餐或是对于第二天过日子 是不是就没有极大的安全感 那在你的生活上没有极大的安全感时 你的海底轮就不会通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在生活上 就是对钱这个字 就是对生活来讲是不会因为金钱而恐惧着的时候 那你的海底轮是比较通的 我现在只是用钱来比喻 当然是还有很多很广泛的事情 也就是说首先你对生活这件事情是没有恐惧 你的海底轮才比较容易通 那第二个旗轮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对生活已经没有恐惧 当然就会上升到旗轮 旗轮就是你对物质界你可以享有 但是不会想要控制 就是拥有你可以享享受的想 享有但是不会想要拥有 因为就是在这物质界当中 很多物质比如说名牌包啊豪宅啊名车 你可以享有你当然很有权利去拥有这些 但是你不会想要一直抓住不放 也就是说你对物质界看透一切 你可以享受好的东西 但是你却不会一昧的想要去抓住 觉得拥有这些才叫做幸福时 那个时候你的旗轮比较容易通 就是一个是生活上 一个是物质上 物质世界上 那也就是说当你对生活无忧无虑 又可以在物质界享受一些好的东西时 但又了解不被这些物质给掌控自己的情绪时 那很高很恭喜你 你的旗轮就比较容易通 那再来奥西又讲到太阳轮的部分 好太阳轮因为我们有讲到修复 所以为什么会特别再拿回来讲 就是因为他有用到说 因为他原本讲那个脉轮是用赫子 就是因为我们都在震动嘛 海底轮有海底轮的震动 齐轮有齐轮的震动 那当然太阳轮有太阳轮的震动 他是讲到太阳轮是528赫时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是因为讲到这边就是 就是你对物质界了解之后 想用它但却不被控制时 你看透物质界很多东西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慢慢去改变你自己很多想法 那为什么有一些528赫子的音频可以调整你修复你的DIY 也是在这个地方去做你自己本身的调整 你说你走到这边的时候 有可能你已经从地球人变成非地球人 就是新地球人啊新地球人 好那当你愿意在这个地方去调整你自己的时候 那是不是就接受一切的提升之后到达新轮 新轮也就是说在新轮的部分就是爱嘛 接受爱跟付出爱 很多人对于爱这个字是 第一个不敢说 第二不敢做 那也不接受别人给你的爱 也就是说在这个新轮的部分很多人会卡住 为什么 因为可能有些人在接受别人的帮助时会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硬硬硬着 就是因为怕没有面子 或者是觉得好像很不好意思 所以有时候在接受帮助的时候是稍微不太敢 那我觉得就是要打开心胸去接受别人的爱 那当然你接受别人的爱的时候 如果你又学会怎么样去爱别人的时 后其实我们的心轮就会达到一个平衡 也就是说你懂爱 你真的懂爱哦 不是自私的爱哦 也就是说当你懂爱 接受爱付出爱 一切在平衡之下时 你才有可能会提升到喉咙也通 喉咙 昨天我提到当你了解一切都在爱的状况下 也就是说你在爱的状况下平衡了 你的喉咙自然会通 为什么 因为你懂得接受别人的爱 当你接受别人的爱的时候 你跟那个人是不是正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那你接受别人的爱 你也懂得付出爱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正在感化别人 那既然你都在已经感化别人的情况之下 你所说的 你想要表达的 别人比较容易认同 也就是喉咙开了 也就是说当你到这个境界时 你想要说什么 别人更能够认同你 那你想要说的 别人更能够听得进去 也就是说当你从心轮 从爱的世界平衡 然后到达你想表达的 接下来就是眉心轮了 你慢慢上来 对于一切身心灵的状态都了解 对物质界一切都看透 眉心本来就会通 也就是为什么练习的人 很多眉心都会涨 所以我们天线开始涨了 我们天线开始开了 所以我们眉心可能就开始涨涨的 热热的 所以当眉心开了之后 就比较容易接收一些讯息 也就是说那个讯息不是只有天上来的 就是你比较容易可能在报纸上看到一些 可能老天要给你宇宙要给你的讯息 或是广播这种讯息 了解吗 好 当你了解到其实所有讯息都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时 我们顶伦自然就开了 顶伦在哪里 顶伦在这里 这要干嘛 接受宇宙啊 接受老天给不断给我们的爱 然后呢 当我们了解到我们的顶伦不断接受宇宙跟老天 源源不绝的爱的时候 一切都在peace状态下 就全部都开通了 所以一切都还是要回归到生活 最低的生活 你对于生活有没有恐惧呢 金钱上有没有恐惧呢 情感上有没有恐惧呢 亲情上有没有恐惧呢 就一切要在平衡才能点滴点滴的慢慢往上走 虽然讲得很粗浅了 但还是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首先就是 不是首先 结束了 要结束了 好 那就用这个小影片稍微跟大家讲解一下 我对于七脉轮的概念 你们可以听听就好了 那如果接下来有什么课程 你们想要关注的话 别忘了到粉专去看一看哦 今天分享到这 I love you 拜拜